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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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职工家属 彼此十分熟悉 她眼睛扑扑扑扑的 在从小看女工长大的江思淼眼里 这是她辈子看过最漂亮的女孩 并且李秀芬气质温柔 同情达理 对江思淼这样换季 都舍不得买新衣服的土包子 愣是没有一点嫌弃的意思 江思淼自己都觉得配不上李秀芬 秀芬你长得太好看了 性格也好 我这样一个小记者实在是配不上你 思淼哥你别这么说 我读书不多 也没什么文化 特别羡慕你们这样 靠写字就能吃饭的人 李秀芬的大眼睛满是崇拜 店的江思淼三魂丢了两魂半 被自己喜欢的女生崇拜 江思淼一下子支棱了起来 腰板也挺直了 是吗 秀芬你不嫌弃我土 我家里是工人 李秀芬颤着肩膀娇笑起来 你家是工人 我家还是农民呢 你不嫌弃我就好了 马上就二十一世纪了 谁还讲究出生呀 再说了 思淼哥你记得吗 上学的时候有个词 叫什么赖着工农 工农 工农联合 对就是这个 思淼哥你真厉害 李秀芬略带害羞的夸奖 江思淼眼珠子都转不开了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是奢望 虽然江思淼不是癞蛤蟆 也没有吃天鹅肉的崇高理想 可如今 却有一个白天鹅一样的女孩 喜欢自己 这是多么大的福气呀 相处中 李秀芬对江思淼表达了崇拜和肯定 不过李家父母表态了 女儿嫁过去可以 但是江家要给李秀芬 在厂区里安排个工作 江思淼觉得为难 可男子和大丈夫 怎么也得给心上人一个保障 何况李秀芬这么好 为了媳妇老江家全家出董 连江爸爸叔叔家的表哥 这种关系都找伤了 总算把李秀芬安排进了工厂车间 做女工 工作编制就是聘礼 顺顺当当 江家和李家成了儿女倾家 江思淼如愿以偿的 娶上了心上的姑娘 皆大欢喜 欢乐祥和 婚后 江思淼把媳妇李秀芬宠成了宝 只要她在家擦地做饭洗马桶 大大小小的家务她全包 还十分骄傲地表示 秀芬比我小 我得多干活 疼媳妇 小夫妻俩的日子过得不错 后面 儿子江亮就出生了 江思淼给儿子取这个名字 也大有深意 自从取了李秀芬 自己的生活简直是亮堂堂 前途一片明亮 从回忆中抽离 看了眼妆安全套的床头柜 江思淼只觉得自己头上绿的发亮 并且这已经不是李秀芬第一次出轨了 几年前的早上 江思淼一觉醒来 发现身边没有李秀芬 嗯 这么早就去上班了吗 江思淼还在感叹李秀芬 上班这么早的时候 床头柜上的信封映入眼帘 内容只有短短几行字 简单来说就是 李秀芬和自己以前的情人跑了 江思淼狠狠地掐了自己的大腿一把 痛得呲牙咧嘴 她还是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为了证实信上的话 江思淼矿工去了岳父岳母家 一进门江思淼也不说一句话 李家父母还觉得奇怪 一个劲的问怎么了 她缓了一下开口了 爸 妈 秀芬和以前的男朋友跑了 李妈妈愣了下 一拍大腿就哭号起来 秀芬这个傻孩子 那个男人就是个人渣 当年欺负了秀芬还跑了 秀芬当时回来的时候多可怜 小脸拉黄的没个人样 李妈妈言语中 李秀芬受了天大的委屈 李爸爸立声打断了李妈妈 又转过头来安慰江思淼 孩子妈 快别说了 思淼 秀芬是走了吗 你别急 我们这就想办法找她回来 一定给你赔罪 江思淼如同行尸走肉一样的站了起来 走了出去 几次连车门都没拉开 稀里糊涂的开车回了家 没想到一周之后 李秀芬自己回来了 李秀芬哭得梨花带雨 岳父岳母在一旁面带愧色 江思淼竟然说了一句 你饿吗 李秀芬哭的声音更大了 一点抽烟着一边说 她骗我 她明明有老婆了 还让我跟她去广州 说什么离婚 根本不会离婚 秀芬 那你想和我离婚吗 没等李秀芬说话 李家父母起声阻拦 不能离婚啊 还有亮亮呢 李秀芬突然反应了过来 此刻不是痛骂情夫的时候 而是如何挽留老公的时候 她拉着江思淼的手 轻颤颤的说 思淼 我对不起你 那个男的骗了我 我也是受害者 我是一时冲动 才会这样的 所以这么快 我就回来了 我就是放不下你 放不下亮亮 江思淼很想戳破李秀芬的谎言 不是因为对方有家庭才跑回来的吗 说什么惦记自己和儿子 但是一想到儿子 江思淼心软了 李秀芬抓住了机会 思淼 亮亮还小 不能没有妈妈呀 你工作忙 谁来照顾她呢 你的爸妈也会担心的呀 江思淼娶娶媳妇不容易 要是离婚再娶就更难了 一旁的岳父岳母也帮着女儿说好话 江思淼想了又想 这亏吃就吃了吧 老婆和前情人出走 江思淼认了 对外说李秀芬出去广西旅游了 只要往后都能好好过 为儿子就算了 江思淼在脑中过了一遍 和李秀芬的婚姻生活 看表才发现 时间只过去了半个小时 十年夫妻 也就剩下半个小时的回忆 和两顶绿帽子 愤怒羞耻的感觉扑面而来 江思淼想拿着这盒避孕套 冲到李秀芬面前 质问她为什么又要出轨 自己对她不好吗 她一个女人还要不要脸 自己要离婚 让李秀芬在场里颜面扫地 她立刻掏出手机 准备打给李秀芬 下一刻又放下了 离婚 李秀芬 你给我戴了一顶又一顶的帽子 凭什么这么容易就让你自由 去和情夫快活 事实证明 人类在寻找爱人出轨的时候 智商最高 向来老实的江思淼 竟然也能无师自通做起了侦探 开始推理自己在家的时候 李秀芬是不敢在床头柜放安全套的 安全套能放在这儿 唯一的可能性 就是在自己出差的这几天 李秀芬邀请情夫来家 在这张床上私会 他们优惠时 儿子江亮去哪了呢 肯定不能出现在现场的 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 江思淼掏出手机 给自己父母打了个电话 江家父母说 秀芬说你在外出差 她厂子加班 就拜托我们照顾了亮亮几天 挂了电话 江思淼继续侦查 她把家里翻了一遍 李秀芬的衣服都包包夹层 还有化妆台 一个地方也没落下 果然还有紧急避孕药 首饰和还有几件自己没见过的首饰 江思淼特意看了看品牌 百度了一下 好家伙 随便一见 就抵得上李秀芬一年的工资了 看来这个情夫是个有钱人啊 江思淼一番思索 记上心头 她果断的给单位打了电话请假 又打给李秀芬说自己工作延期 需要多出差几天 协调好时间 然后她直奔租车行租了一辆车 准备看妻子的出轨对象到底是谁 几天跟踪下来江思淼收获不小 拍到了不少李秀芬和情夫亲密的照片 而且这个情夫她居然还认识 是李秀芬单位的一把手 在矿场年会活动的时候 他们还见过两次 有了目标就更好行动了 江思淼利用自己的老好人形象 把情夫的家里摸了个清楚 情夫名字叫罗天来 很有时代气息的名字 今年五十多岁靠老婆发家 亲生女儿和李秀芬的年龄差不多 这天江家聚会 江思淼突然说起了工作的事情 爸妈我想回厂里工作 不想在外面了我工作忙 陪伴老婆孩子的时间太少了 好啊早就让你回来 家门口又都是熟人 比你天天在外面跑新闻 不知道好多少秀芬也省心 是不是啊 李秀芬显得有点慌乱 两口子在一个单位上班 有时候不是什么好事情 江思淼想回厂里上班 江家二老发挥了惊人的行动力 他原本就是厂里职工的孩子 文凭过硬 还是个小有名气的记者 参加厂里的招聘也不过是走个过场 没多久 就入职到了厂里的宣传部门工作了 这可真是个好工作 江思淼心里嘀咕着 李老婆进 李老婆的情夫也进 接着他做出了一点工作业绩 在厂里站稳脚跟时 他打算反击了 截止李秀芬二次出轨 到现在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 这些日子里 江思淼在家的时间显著增多 李秀芬和情夫相聚的时间明显变少 是时候给他们制造点机会了 这天 江思淼借口自己有大学同学聚会 打算回一趟母校 询问李秀芬去不去 李秀芬果然一口回绝了 第二天一早 江思淼独自出了门 为了假戏真做 还真的买了往返高铁票 坐了两个小时的高铁 和大学同学吃了顿饭 发了朋友圈定了位 还给家族群里发了小视频 然后火速回到了自己的城市 回来后 他启动早就设置好的手机定位功能 上面显示李秀芬在某个商场 江思淼一路跟踪 从商场跟到吃晚饭的餐厅 又跟到了酒店 没立刻上去 他还特意在外面等了一个多小时 掐算时间差不多了 才拿着从保洁手里搞到的房卡进了门 真是精彩 走廊地板上衣服乱飞 床上的两个人正你浓我浓 颠倒不知昼夜 说时迟那时快 江思淼举起手机 拿出了自己的专业素质 照片拍不仅拍摄清晰 而且构图绝佳 就沙盒床上的两个人说看镜头了 李秀芬一声尖叫 赶紧拉高被子 情夫罗天来也十分慌乱 忙着找衣服 江思淼体贴地把脚下的衬衫扔给了他 李秀芬已经抱着江思淼的大腿哭伤了 思淼 我是第一次 你把照片删了吧 我错了 一把手就是一把手 罗天来显然镇静多了 他穿上衣服了后说道 江组长你这样大家都不好看 哟 罗总还知道我呢 看来我媳妇没少和您说起我吧 不然您怎么会在 这么上千号员工中记住我呢 哦 不对 您记住不是我 是我媳妇 江思淼双眼瞪着二人 先是讽刺了罗天来 后来又吼了李秀芬 还有你 哭什么哭 先把衣服穿上 遮遮你的脸 江组长别生气 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 说吧 你想怎么样 罗天来暗暗的抓住了手边的烟灰缸 想要趁机打晕江思淼 好删除手机照片 江思淼一把按住了罗天来的手 使了使劲 罗总 省省力气吧 早就云端备份了 你还是想想怎么解决的好 说完江思淼 就拿着手机走了出去 江思淼回到家 不一会李秀芬也回来了 他扑通一下就跪在了地上 又是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把戏 喋喋不休地说着对方引诱自己 以后一定会和情夫分开 好好过日子 江思淼一脸的淡然 仿佛出轨的根本不是他的妻子 别演戏了 你和罗天来早就不是一两天了 其实半年多之前 我就发现你们的事情了 李秀芬立刻就不哭了 早就发现了 你怎么不问我 问你 那时候问 你能说真话吗 实话实说 你和他到底怎么回事 江思淼语气森然 似乎什么都知道了 年会的时候 我当主持人的时候 我们认识的 然后就常碰见 罗总说我这么漂亮 去做女工可惜了 就让我去实验室工作 然后又当了实验室的小领导 什么都不用干 还有奖金 我也是想多挣点钱 你天天在外面跑新闻 在家的日子没几天 又挣得不多 我不得为儿子谋话呀 说遮 说遮 甚至有点理直气壮了起来 李秀芬 你长得好看 没想到一点不要脸 你出轨还是我的问题 我让你出轨的 去实验室工作 你连元素周期表都不认识吧 你一次又一次出轨 我哪对不起你 李秀芬已经开始破罐子破摔 对不起我 江思淼 你哪对得起我 我跟了你这样的人 我呢 没出息 你看看你自己 你就会干家务 写点字 除了这些 你会干什么 我会干什么 这些照片 要是流出去 会怎么样呢 是你的情夫更丢人 还是你更丢人 老实人江思淼露出了自己的獠牙 李秀芬也吓傻了 这要是兜兜露出来 他还有可能回归家庭 自己却只能乘过街的老鼠了 江思淼顿了顿继续说 对了 你之前和人跑出去的时候 留给我的信 我还留着 要看吗 而且罗总是个厉害角 罗总的太太 女儿也挺厉害的 你想想 到时候你的日子好过吗 思淼 你说怎么办 我 我马上就和他断了 李秀芬慌了神 江思淼抱住了哆嗦的他 一下一下地抚摸他的背 温柔地说 不用断 秀芬 我看出来了 罗总喜欢你 你也是有野心的女人 不如这样 你还和罗总在一起 你要和我离婚吗 当然不 我们也在一起 我给你和罗总打掩护 这样我们对父母也都有交代 而且我知道了 你们俩也不用再担惊受怕 你知道的 就算咱们离婚了 罗总也不可能娶你 李秀芬没有在说话 眼神呆愣 眼泪还挂在脸上 江思淼放开了李秀芬 笑了笑 秀芬 你再好好想想 想好了 来书房找我 第二天 江思淼进了 罗天来的办公室 罗天来一脸的怒气 说吧 你要多少钱 才肯把照片交出来 江思淼笑得春风话雨 罗总 你别生气嘛 气大伤身 我想和您谈谈 您喜欢李秀芬吗 喜欢不喜欢的又怎么样 罗总 咱们都是明白人 不如这样 您还是和秀芬继续往来 往来 江思淼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罗天来十分吃惊 居然有男人甘愿戴绿帽子 一时间不知道江思淼到底要做什么 我脑子很清楚 您和秀芬之前怎么在一起的 还在一起 我同意 我可以为二位遮掩 您有家庭 秀芬也有顾虑 但有我在 他一辈子都不会想着要嫁给你 或者生孩子的事情 因为要顾及脸面 也要对父母交代 对于您来说 有一个不想着上位 自己还喜欢的情妇 不会搞得和太太大动干戈 也不会有孩子出来和您的女儿争夺财产 这不是皆大欢喜吗 男人嘛 喜欢美女 人之常情 何况是成功男人 您想找美女 简单 但想要一个不惹麻烦的美女 就不容易了 您说 我说的对吗 江思淼把妻子出轨谈成了生意 你想要什么 罗天来被打动了 我呀 我们部门最近要再选个经理 我有点成绩 可是来的时间有点短 请您支持一下 就这么简单 江思淼点点头 又拿起了电话 进来吧 李秀芬巧笑倩兮 走到了罗总的身边 搂着她的肩膀 江思淼在一旁笑着说 恭喜二位 有什么需要 可以随时告诉我 好了不打扰了 江思淼轻快地走出了办公室 贴心地告诉秘书 不要打扰 至于房间里的人怎么聊 聊什么都不重要了 江思淼和李秀芬把事情挑明后 起初李秀芬还担心江思淼吃醋 在双方父母面前给自己穿小鞋 可是江思淼一派坦然毫不介意 这样一来 夫妻间的气氛竟然变得好了不少 裴罗总出差啊 约会什么时间走 什么时间回来交代得清楚明白 李秀芬出门 江思淼还安抚儿子江亮 亮亮妈妈出差了 妈妈工作很辛苦 你要爱妈妈 李秀芬出轨出的不仅毫发无损 还成了好母亲 另一边 江思淼也时不时的在李秀芬面前说 秀芬 咱们夫妻缘分不够 可是亮亮 可是你的亲儿子啊 你和罗总在一起不容易 可是也不能再有孩子 千万别忘记亮亮啊 以前李秀芬和情夫私混的时候 多数还沉浸在爱情的漩涡里 如今明白局势 知道为了自己必须培养儿子江亮 这才是未来最大的依靠 何况江亮经常说 妈妈辛苦了 妈妈我爱你 这老公能换 儿子上哪换去 想明白后 便明理按理为儿子争取一些福利 罗总 我这么陪您 都没有时间陪孩子了 您不得心疼心疼他 听着小情人撒娇 罗天来笑的肥肉乱颤 那是你儿子 又不是我儿子 他逗弄李秀芬 哎呀我都是您的了 您还不算他半个爸爸呀 罗天来笑的更开心了 说吧半个爸爸总得表示表示 奖励你乖巧 凭借着撒娇术和听话的本事 李秀芬让儿子江亮一路 读着贵族私利 据说高中毕业就送出国 还给儿子提前买下了一套 市中心的婚房 当然这一切全部都是罗总买单 江四苗呢 自从有了罗总的照顾 从部门经理一路平不清云 做到了罗天来的第一秘书的位置 男人嘛有着共同的秘密和利益 总是更好说话一些 现在的江四苗 早就脱去了土里土气的打扮 虽然年过四十 但是身材保养的不错 加上记者出身 竟然还有那么一丝儒雅的气质 他把头发整齐的向后梳着 一点脱发的中年人样子都没有 穿着西装打着领带 还真有点衣冠琴瘦 不 不对 是社会精英的味道 从媳妇出轨这事 获得了大把好处之后 江四苗想着如何把胜利的成果保持 并且不断扩大 成了罗天来的秘书后 他有了更多机会 去接触罗天来的家人 比如他的妻子罗太太和他女儿 罗太太出身不错 大学的时候遇到了罗天来 感觉出身贫苦的男儿更朴实 便一头扎进了爱情的海洋 但这么多年过下来 俩人什么都是驴头不对马嘴 比如太太喜欢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她就喜欢民间小调 太太早饭要吃三明治 麦片 她就只吃玉米粥 吃咸菜 曾经的文字工作者江四苗 实在太懂罗太太了 海手抄了一本十四行诗送给罗太太 是凯书还附赠英文花体 写的那叫一个漂亮 罗家的女儿和妈妈如出一辙 经常嫌弃爸爸五大三粗 现在有了可以谈天说地 又是邻家哥哥的江四苗 有时没事还能盖着棉被聊聊天 实在是开心 这里面母女俩还有共同的小心思 和罗天来的大秘搞好关系 正好监视她 桌上的手机震动了两下 江四苗划开手机 是罗天来女儿发来的微信 约她今晚聊一聊堂皇 她轻轻地在荧幕上敲击了两下 好的 又告诉李秀芬自己今晚有约 然后笑眯眯地打开百度 准备看看堂皇写了点啥 江四苗和李秀芬 现在是户口本上的夫妻 生活上的挚友 陪儿子江亮的合作伙伴 事业上的最佳拍档 双方的父母逢人便说 思苗和秀芬 夫妻感情好的不行 我们一点都不操心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